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讲到的题目来自 经文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主题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是 十三节 嗨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里我们看到 世人不遵守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人 就是第一种人是无神论者 第二种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也就是以自己为神的人 还有不顺服神的人 所以呢 今天讲到的目的是要提醒信徒 不要活在神的旨意中 请问你有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呢 遵循神的旨意而活呢 你是哪一种人呢 我们看今天主题经文主要是来自雅各书四章四五节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今天我讲到的经文诠释主要分的四大部分 A 忽是神旨意的遗命来自13到14章 B 否认神的旨意16章 16节 C 忽是乎神的旨意的罪是17节的部分 还有D 活在神旨意中的祝福15节 谢谢姐妹们 我们知道 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 也就是耶稣的弟弟 而收心的对象则是善居12个支派之人 指的是应该是分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基督徒 雅各书被称为新约的智慧书主要是为了劝勉和警戒 他们当按耶稣训言传统中对律法的诠释形式为人来处理 信徒的生命所面对的试探和试炼的人生考验 富人和穷人踏入教会时 关于贫富尊卑并其他人生议题所带来的试探 还有信心与行为人与上的一致性 本讲到特别是关于谦卑者和富人方面的教导和言辞抨击 特别是在五章一到六节对于富裕基督徒压迫穷人者的警告 而雅各书的场景主要是针对说明在周六的安息日 是犹太会堂里聚会里所看到的情况 而周日信主的基督徒们在家里聚会时的差别有对比的明显不同 而因为当时的犹太信徒 犹太基督徒每个周六还会去他们常去的犹太会堂参加聚会 所以本讲到是要教导和提醒信徒要活在神的旨意中 遵神的旨意对雅各而言是一个测试真实得救信心的方法 因为真基督徒的特质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雅各以务实的方法来讨论回应神的旨意 经在这段经文中以属世商人的计划来讨论人如何回应神的旨意 并提出金币的见解 在这里我们他提出三个负面的回应和一个正面的回应 因为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真正活在神旨意中的人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神旨意的一昧 经文是13号14节 第一个对神旨意负面回应是一昧的忽视他 好像神不存在 或好像神不关心 不知道人的行为 我们看第一个这害是一种坚持 神是急促的语气 要求读者的注意 也表示反对他所针对的行为 这里雅各其实是要说 你要听哦 你要听进去 朋友们你们要听哦 嗨你们要听哦 这个字的在信誉中只出现在 4章13节和5章1节的部分 而雅各责备对象是那些 今天明天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的人 这句话的原文意思是 那些说这种话的人 指那些习惯性在生活上忽视神旨意的人 雅各谴着那些习惯靠自己规划一切 好像神并不存在 或默不关心的人 这里雅各选择一个特定的例证 是他读者所收集的例子 当时闪居在各地的犹太人 大多是成功的商人 到处做买卖 他们自然会喜欢到那些生意兴隆的地方做生意 聪明的商业计划和策略本身 当然不是罪恶 然而 凡是值得称许的做法 而商人所说的话 并未违背任何属灵的原则 问题是 出在他们所没有做的事情 他们做了详细的规划 但在做计划的时候呢 的过程中完全忽略了神 不把神放在他们的议程中 这个和耶稣比喻中的妇人 在路教福音12章20节所说到的 态度上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 因为妇人自大的说 我所要做的是 是拆除旧的仓骨 重新盖一个更大的 然而神告诉他 你一桌的人啊 今夜我要取走你的灵魂 所以呢 有个很典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亚历三大大帝 他的足迹 远至巴比伦 但在32岁那年 揽上热病死了 这个人原本的计划 是要征服全世界 他有足够的财力和兵力 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他自信满满的出发 大家都尊称他为 亚历三大大帝 人生却活到 32岁就结束了 这可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 所以雅各说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不过是一片 成物 才出现一下 然后就不见了 所以呢 雅各用成物 我们不知道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们会不会来做计划 是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人生是有风险的 人生是不可靠的 你有没有把握 会遇到什么事呢 所以这里要警告 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和每一位基督徒 不要随己意行事 雅各不是反对做计划 而是反对 你讲的人生好像 完全由你自己掌控一样 我们看第二个 B 傲慢自夸的人 否认神的质疑 来自16节 对神的质疑 第一个错误的回应是 自以为是 底忽视神的质疑 好像神和他的质疑 并不存在 但有些人 虽然承认神的存在 承认神有他的质疑 却傲慢地拒绝神的质疑 我们看到刚才第一类人 实际上是无神论者 他们的生活中 好像没有神存在一样 完全靠自己来 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 而第二类人 却是这边所说到的 把自己当作神 张黄花口 他们拒绝将 他们拒绝将 无偿的人生交托给神 把自己 自己的目标 和自己的质疑 看得比神更重要 虽然承认神有质疑 但神对他们 和他们计划 并不重要 虽然这种轻蔑 秒的态度 的信徒 一般不会有 但却经常放下 将神的旨意 放在一边 只顾自己计划之罪 我们看到语言文 这两个字 张黄花口合在一起 张黄的语言文是 是傲慢和做作的意思 而花口 是赞美 夸耀引以为傲 以自己为傲 来炫耀自己 所以呢 当我们两个字 联合在一起呢 这时候呢 表示一个人 致命不凡 吹牛成性 实际上 却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得不到 雅各说 否定神级的人 就是这么的傲慢 雅各警告说 这样虚空傲慢 一昧的夸口 都是罪恶的 夸口是错的 尤其是夸耀自己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成就 是骄傲的行为 圣经用 佛尼罗斯 佛尼罗斯 这个字来作为 撒旦的头衔 是夸口 知罪人的始祖 那些夸耀慢 否定神级的人 也就效法了 撒旦的罪 恐怕也落入了撒旦 同样的结局 所以呢 当拿破仑 攻占列国的时候呢 有人提醒他说 你要谨慎 谋私在人 臣是在天 臣是在神 可是拿破仑夸口说 谋私在我 臣是也在我 结果他在 攻打俄国的时候呢 以拜徒弟 兄姐妹们 雅各不是说 不可以夸口 唯有指着主夸口 才是可以的 在哥林多后书 十章十三的世界 里面讲了五个夸口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 只要照神所良给我们的界限 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 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 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 分外夸口 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 所良给我们的界限 我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 接着他现成的是夸口 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兄姐妹不要张狂夸口 但是应该 常常指着主夸口 我们看下部分 C 不顺服神旨意的罪 17节 错误回应神旨意的第三类人 是肯定神的存在 承认神旨意的无上权威 却不顺服神的旨意 这第三类人知道神的旨意 肯定神的旨意是善的 善这个字 Kalos 形容是品质好 道德上的卓越 配得尊敬和正直诚实 知道神旨意的人 有责任要顺服他的旨意 如果不顺服就是罪 尽管他们没有实际犯下任何罪 但是他们心里不会有平安 因为把神排除在外的做法 本身就是罪 轻忽的罪和不顺服神的旨意的罪 是一种疏忽的罪 是当做却不去做的罪 疏忽的罪和故意的罪很难脱离关系 所以兄姐妹 这一类的罪 第三类的罪其实比前两种更严重 我们看到在忠心管家的比喻当中 路教福音12章41到48节 耶稣警告说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那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四七十八节 还有我们看到 刚必自用的先知约拿 明知神的旨意 却不去行 就是典型的一个例证 神呼召他前往尼尼威传道 先知不顺服 企图逃往他师 几乎是相反的方向而行 直到接受神严厉的管教后 约拿最后才顺服神的旨意 那些不顺服神旨意的人 同样也要承受必然的后果 下面我们看到圣经非常注重罪的问题 所以给人类带来死亡和最后的毁灭 主耶稣降师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罪的问题 是要除掉人的罪 就能脱离罪 所以蒙救赎的信徒不应当再犯罪 否则不但对不起主 亏欠神的荣耀 也是自取刑罚 不过人对于罪可能有不正确的看法和不正当的态度 究竟什么是罪呢 律法是叫人治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像敬拜别神啊 不孝顶父母啊 杀人奸淫 偷窃妄正 贪心 凡不易的事都是罪 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 贪婪嫉妒 真经 亏诈 毒恨 背后说人话的 怨恨神的 毁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被约的 无尽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以上这些 还容易晓得 但雅各书提到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 就是他的罪了 所以 弟兄姐妹这是积极方面 不仅作恶是罪 不具行所知道的善也是罪 这方面就更广了 性质也更深了 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 有时候我们明知道应当去做什么事 是好的 对的 善的 却不去行 这就有罪了 所以 违背良心的 也是罪 因为新约的律法是写在心里的 知道善 不去行 是有 责备的 不要知而不行 知善不行 这是罪 我们看D 活在神的旨意中的祝福 十五节 真正的基督徒是 顺服主的领导 顺服主的带领 以主为中心 所以对神的旨意 除了上天那些负面罪恶的回应 雅各也提出一个正面的回应 雅各劝阶读者 不要像那些无神论者 把自己当做神的人 明目张胆 不顺服神的人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这第四种对神旨意的回应 不同于前三种回应 乃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认定他 顺服我们的神 一般而言 这是真信徒 真基督徒的记号 而我们看到当说这个词 这个现在动词不定是 表明顺服神旨意 必须成为一种 持续的习惯 信徒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 在所面对的每一个决定上 他们的回应都应该是 主若愿意 简单言之 神的旨意是他们一切计划的中心 认定神的旨意就是肯定他的主权 掌管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之所以活着 只因神定义如此 因他掌管身世 不但如此 神也掌管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掌管人生的每一个环境 对信徒而言 遵行神旨意 是敬拜的行动 必须从心里发出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也要知道神必赐给我们力量 来行他的旨意 回应神的旨意是我们对主耶稣的 真实活泼心情的另一个验证 强烈渴望行神旨意 当然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记号 柏拉图曾经引述 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之间的一段对话 亚西比德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照着办 苏格拉底回答说 亚西比德啊 这话你说错了 你应该说 若神许可的话 还对 有时基督徒会用DV这两个字来表达对神的依靠 这两个字母代表拉丁文Dio Volente 意思就是主若许可 这是让我们知道信里所写的一切 只有主若愿意才会成就 雅各所鼓励的不是嘴巴上念了有词说主若许可 主若愿意罢了 这样很容易变成油腔滑掉毫无意义的背诵 好像穆斯林常常说Inshallah 就是主若愿意的意思 而这句话其实说的并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变成一个模式的话 也是有问题 而是他们其实在这方面做的比我们更好 他们经常凡事是以主若愿意为一个口头禅来说 而这里 雅各是鼓励真诚的喜悦神对一切事的掌控 以及他对我们特殊的旨意 神的旨意乃是神的心意 摸不到神心意的都不是神的旨意 顶多是神的许可罢了 主若愿意这是一个信仰告白 承认我的事情 我的生命都在于主的旨意 从而指出圣徒的正确心智 就是不单单口头上承认 而应该在余下的生命中 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仰 各位姐妹 雅各借着描述充满自信的商人 论述了那些无事神计划的属 私欲知人生的虚无性和悲惨结果 雅各借为脱离神旨意的人生 是不确实短暂虚无的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人生至高的幸福 在于遵行神的旨意 应把这样的生活放在首位 马太福音六章三三节这样说到 你们要先求他和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总之基督徒是神的子民 不要再活在过去像不信主的人那样 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 要常常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 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 他也语重心长地警告我们说 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物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遵行神旨意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在约福音定义了他的弥赛亚使命 他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猜我来者的意思行 缘福音五章三十节 所以 弟兄姐妹 每天每时每刻 都要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 是神的子民 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 要认识神的旨意 和活在他的旨意当中 就要与他建立 建立关系 记得圣灵帮助 通过读经祷告 可以帮助信徒的灵命增长 让我们写祷告 全能永生的上帝啊 我感谢你 每天赐下生命继续给我们 我们知道我的生命可以继续活着 可以动作 可以存留 可以生活 都是出于你恩典的看顾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你 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脆弱和有限 帮助我们懂得在做任何决定前 都来寻求你的面 好这样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引导 行事为人 让我们不但自己可以领受 从你而来的祝福 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奉主耶稣 主要的生命祷告 阿们